凤林镇也举办了跨年晚会 这是镇长林建平上任以来第一次主持的跨年晚会 他感谢工作团队给予的支持 也表示113年工作团队会逐渐实现规划的愿景和建设 未来有很多挑战他也会一一克服 让凤林镇民生活在这里是一种幸福 凤林镇跨年晚会充满着镇民的热络参与 包括县长许正卫、立委副坤齐 花林县议会副议长许写玉 县议员林平阳、韦佳贤 镇民代表会主席龙春文 花林市代表会主席李正伟等民意代表 都到场热烈参与 但是刚才在影片里面 看到我种种的拍摄 想起在这一年 上这一年 在这边要特别感谢 我们代表会龙主席带领的所有代表 以及我的伙伴们、我的里长 热情的支持 那在我公所、所有的科室主管、所有的同仁 那么的认真 所以说在上台一年 能够还有一些的小成绩 但是这份的成绩 在一个任期里面 它只是一个点 我们今天所有做的一切 都只是在这个任期里面 为所有我们凤临镇的 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建设 在完成去年选举之初 给大家一个承诺 那在这边也很骄傲的 来跟所有的乡亲 来分享 在我上任一年 不只是我们的代表会 不只是我们的里长们 甚至是我公所所有的同仁们 我在这边可以很自豪的 来跟所有的乡亲做报告 我们代表我们里长 没有一个人做工程 我们代表里长 没有一个人 对公所的采购 有任何的意见 他们跟公所的团队 一起 只是想着 怎么样打造一个 温馨的客家小镇 我们所有的福利政策 要如何的到位 我们所有的印度的建设 要让凤临更美好 跨年活动中 虽然没有明星光环的加 跨年活动中 虽然没有明星光环的加持 在凤临镇各社团的表演当中 充满着凤临镇的活力与文化 蕴含着客家精神的底蕴 最后在倒数中 也期许新的一年 能够为凤临镇争取更多的社会福利 与基础建设 创造更美好的凤临镇 迎接2024的到来 记者凌桀 凤临镇采访过来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再一次